大家好 现在猪肉越来越便宜了 我们这边打折的猪肉才8块钱一斤 今天用猪肉和萝卜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简单又美味 学会了人人都夸你是大厨 首先把五花肉清洗一下洗去表面的血水 今天我们的五花肉不用焯水 所以要用温水多洗几遍清洗干净 然后再用刀把猪皮刮一刮 这样会更加的干净而且还可以刮去猪皮上多余的油脂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猪肉洗净之后再控干水分 然后放到案板上 先从中间切开 再改刀切成长条状 最后把它切成大一点的小块 我们可以切的稍微大一点 因为在烹饪的过程中肉块还会变小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 萝卜 用削皮刀 把皮去掉 如果喜欢吃皮的朋友也可以不用去皮 去皮之后再去掉头尾 然后从中间切开 今天我们用半个萝卜就够了 然后再改刀切成滚刀块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五花肉加进来翻炒 把五花肉炒出香味 炒至五花肉变色 炒出一部分油脂 这样吃起来不腻 开中火慢慢炒 炒至五花肉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已经炒出了一部分的油脂 然后加上一勺白酒去腥增香 接下来继续翻炒炒出香味 现在的五花肉已经炒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 已经炒出了很多的猪油 然后把五花肉 控油 捞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的猪油倒出来 可以留着下次炒菜用 然后 起锅热油 再加入适量的冰糖 开小火慢慢炒 炒的时候一定要用铲子 像这样不停的搅动 让冰糖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炒至冰糖 由大泡泡变成小泡泡 并且成这种枣红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五花肉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 让五花肉均匀的裹上糖色 然后再把姜片加进来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入一勺生抽 继续翻炒出酱香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没过五花肉 这里注意一下一定要加开水 不要加凉水 然后盖上盖子 转中小火炖30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再加入一勺白糖 一小勺盐 用铲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然后把切好的萝卜加进来 这时候 开大火翻炒均匀 让萝卜均匀的裹上汤汁 翻炒均匀之后再转小火 然后盖上盖子 焖2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把汤汁收至浓稠 这时候的萝卜和五花肉都已经非常的软烂入味了 闻起来也是非常的香 已经是满屋飘香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哇这也太香了 最后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既成 一道非常好吃 又简单的五花肉焖萝卜就做好了 五花肉这样做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再搭配上清香 鲜甜的萝卜 真的是太好吃了 再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好吃的停不下来 萝卜充分吸足了肉的汤汁 非常的软烂又入味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多吃点萝卜 对身体也是非常的好 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